我是一条东布丁班香味色 今天天气不错出来管好该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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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 东京 也不来咯 看来今天晚上可以干啥哈火事咯 你是哪狗 你管我是哪狗 是宝物肺 哎呦 再有点调哦 你晓不晓得晓得啥子来头 让哪子过去 我管你啥子来头 把宝物肺交出来 哎呦 你个嗷脑子 行不行我和我妈弄似的棍儿 放开 放开 穷逼一个废话真鸡巴多 把宝物肺拿出来 打过轻点嘛 我快断气了 我要尾巴头想要不要的嘛 交不交宝物肺 大哥你是不是刚刚忘了死的咯 冷静到长夜怕 你咋得住啊 把嘴巴松开 过来先去许个渣儿 好几巴丑哦 哎呦 你嘴巴也好丑哦 你先把宝物肺交出来嘛 我没得宝物肺的妈哪个给你嘛 哎呦 再你去打呀 我那只哑巴针痛了 哎 哪个没得动静了 难道是我用的过梦是白了 过来问一下呀 哎 还有一点动 要不趁热把它 嘻嘻嘻 这条小蛇就是东部临班香尾蛇 被认为是北美最危险的毒蛇 而捕食它的是食鱼腹 非常的特殊 因为放眼全世界 奎科毒蛇中很少有食蛇性的 咱们一般看到的蛇吃蛇 都是些油蛇科吃蛇 或者眼镜蛇科吃蛇 奎科吃蛇的还真不多见 食鱼腹就是这么个另类 它的食性非常广 鱼 蛙 哺乳类 鸟类 小乌龟 小鳄鱼 小蜥蜴 小蜥蜴 小熔蜿 蛇等等 它们都会吃 大家要知道在蛇类斗中 有食蛇性是具有先天优势的 就像基因压制一样 眼镜蛇科不是奎科 不是一天两天呢 印象中就没有什么 吃蛇比较厉害的奎科毒蛇 而食鱼腹就是少有的奎科战神 它不仅吃蛇 还会吃剧毒的香味蛇 食鱼腹捕蛇喜爱爆头 巨大的毒牙叉 入对方的脑袋 仅物理伤害都够对方喝一壶了 再注入致命的毒液 被它盯上的蛇蓝桃一死 但是能在战斗中取胜 关键的还是体型 比对方更大的体型 更容易占据主导地位 往往有更高的胜率 食鱼腹也算是一种大型毒蛇了 看身材就知道 老肥宅了 它可以长到1.8米 4.6公斤 历史记录的最大个体为1.88米 但是通常只有一米出头 食鱼腹拥有相当巨大的毒液量 它的平均排毒量为150毫克 1939年一条1.52米 大个体排出了1094毫克毒液 可想而知 如果是1.8米的食鱼腹 毒量上限还会更高 这是一条1.68米食鱼腹的照片 看起来相当震撼 食鱼腹是腹蛇中最具水生性的 也是一位游泳高手 咱们去采访一下他 食鱼腹打过好啊 哪个嘛 是我呀 旁白呀 哦 你是打个滑板海 我听过你的歌 哦 对 都是我 都是我 食鱼腹打过那片水有气用的那个羊嘛 还可以 还可以 都是水有点低 把脑子扔到去了 哦 如果你回去都给它水也自由 没找两刀了 随即包袱威射的那个羊嘛 哎 没提了 今早上遇到个寒批 他那个包袱都是不给 不小心把他给弄死了 哪里是是你今天还没开张哟 对头 我这里抓鱼一次 我了好久了 那鱼腹你慢慢抓哈 我先走了 哎 你抓我抓的鲁嘛 我怂的 哎 不用了 不用了 鱼腹你不要靠近我 你太黑人了 哦 那好嘛 对头对头 我博人笑的走的狗 我知道肯定有人要问了啊 诶 食鱼腹跟眼镜王蛇谁厉害呀 你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 这还用问 当然是 哎 你们以为我要开始列数据了吗 眼镜王蛇平均体长多少多少 平均体重多少多少 它的硬件 软件 温度士 差屁 怎么怎么样 首先眼镜王蛇就不会坐飞机 到美国去跟食鱼腹打一架 很多人啊一说到蛇 就只知道眼镜王蛇 老想给眼镜王蛇找对手 什么眼镜王蛇vs黑曼巴呀 眼镜王蛇vs蜜欢呀 眼镜王蛇vs科莫多巨西呀 现在眼镜王蛇又来vs食鱼腹了啊 眼镜王蛇可真累啊 天天都要赶飞机 这种跨区域斗兽除了能满足一些所谓眼王粉的人的虚荣心之外 没有意义 我见过两个所谓眼王粉的人 天天到处吹 吹了两三年 别人发别的蛇 他要去贬低一下 然后吹一下他的眼镜王蛇 比如啊 有人说这个银环蛇是中国一哥啊 这个肯定是指的毒性啊 银环蛇的毒性是中国最强嘛 也没有人会认为银环蛇打架是中国第一吧 他非要去说什么 银环蛇打架不行 所以不能算中国一哥 What the fuck 就是这种 吹了两三年 结果连关于眼镜王蛇的基本知识都不知道 这些所谓的叉叉粉到底粉了个啥 粉他让自己装逼了还是怎么回事 你最爱吹的动物你都不去深入了解他 天天就跑去跟人打嘴炮了 那我觉得你还是别说自己是叉叉粉比较好 很多人讨厌一种动物往往是所谓叉叉粉导致的 但是动物本身并没有错 所以不要打着爱他的旗号给他招黑 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可以在弹幕上打个1 觉得我说的不对 打个2 十余副打不过眼镜王蛇又能怎样 这并不影响他奎科战神的地位 我们要用欣赏的角度去看待他们在自然环境中的表现 而不是去刻意比较战斗力 那真的没什么意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种趣味配音的科普 可以在弹幕评论告诉我 还请各位看官点个三连加个关注 这对我真的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